家 應該是一個很舒適的地方 亦都可能是一個令你悲傷的地方 但是對我來說 我就是知道這個地方 有一件事是永遠存在在這個家裏面 這件事就是愛 爸爸去早上到下午 會在一間茶餐室的外面 然後會在喉嚎水面 老闆,你快點了 你幫我拿出來 我拿來的 好,你等 爸爸,今天這麼早 這個角色是父親 父親就像一個保安員 讓這個家是最安全的保護 而確保這個家 永遠有溫暖和愛 而另一個角色就是母親 好,我先去做 母親就像家裏面的暖露 我去煮飯,你洗澡出來 我去煮飯,你洗澡出來 用來令每家的人感到溫慶,可愛 但是 爸爸在我五歲的時候 便去世 爸爸就扮演了保安員 和暖露的角色 爸爸 真的很辛苦 但是現在我長大了 由今天起 我要成為家裡的戀錄 他生勤的工作 就只是為了他的寶貴女 亦就是我 爸爸收了檔之後的時間 就會做兼職 他會在烈日之下做派發全單的工作 他那麼辛苦 就只是單單想給我這個女兒 擱上舒適的生活 爸爸的雖然承受了很大的生活壓力 但他仍然樂觀地去面對這一切 他瘋狗 沒辦法回來 阿姨是給你的 你以後不要再出來派什麼全單 什麼事 他全單有什麼不好 我看到那些人對你風風渴渴 還要打你 傻丫头,老大在外面,就算被人苦苦喝喝,又有什么所谓 老大身上,又会少了一番肉 那些真是衰人 你要记住,就算老大在外面,如何辛苦,也都没有困难 老大,只要回到这头家,见到你这个暖心路,老大就开心了 对不起,老大 没事 我帮你按摩 我答应你,我们一起努力,以后你出去工作,我就在家照顾好头家 做你永远的暖心路 算你了 舒不舒服啊 我的妈 疼 年的黄 chickens 拍眼神 明天哟看好兄弟 視乎渝察 我們回家了 好 早餐到了 爸爸呢 應該就在房間 我交給你 好 我先問爸爸 爸爸在做甚麼 正近生意 媽媽叫你出去吃早餐 等一下 今天是星期日 多過忙嗎 星期日也要談生意 你很久沒有陪我出去吃早餐 等一下 放下電話 我們食宴再做 來 吃早餐 我和媽媽 特地早點去買你最喜歡吃的麵 還說你最喜歡吃的糕點 媽媽是否很值得吃呢 你什麼事 快點吃東西 吃東西 咦 公公呢 當然去了晨雲 公公你回來了 謝謝你 爸爸 爸爸 你吃早餐吧 好 這次晨雲走了多遠 哎呀 走吧 找到老朋友 這樣一邊聊天 一邊走 以前 爸爸用他的生活 來守護這個家的暖心路 也就是我 現在這個家 因為有我要守護的人 而擁有 他就是我最愛的家人 祝我 有可不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